觀眾朋友大家好 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十月四號 星期五為您播出的新台灣加油 我是許桂亞 新竹市的選情 當國民黨林根人 不再當邊緣人之後 打起了高鴻安男友的助理爭議 真的是虎虎生風 今天林根人再度出示了重要文件 他來質疑高鴻安男朋友 在立法院當公費助理的時候 他一個他是在外面 還有工作的兼職助理 超齡 他在暴領立法院的加班費的時候 竟然是可以報到每個月四十幾個小時 還比專職的助理還要多 那高鴻安 這是不是要委員簽過名 你知不知道 林根人揭發高鴻安的男朋友 寄生在立法院 竟然是不被國民黨的同志 給認同的 聽說 還有很多人 叫他不用開記者會 真的有這回事嗎 等一下我們請教余貝成余將軍 再來看的是 朱學恆 我是不確定他有沒有國民黨的黨籍身份 他開了直播 在幹嘛 真的是罵林根人罵到之兇狠 甚至他還放話說 要看國民黨有哪些 下三爛 再幫林根人站台 站一個我打一個 哇這個這麼非常的凶狠 國民黨幫自家候選站台 這不是天經地義嗎 請教一下 朱學恆你在崩潰哪一條的 稍後我們進一步來分析 先來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知識媒體人中年晃 各位好大家好 接著歡迎佩毅陸軍少將余北辰余將軍 各位好大家好 還有歡迎民進黨的台北市議員 洪建毅 大家好 左手邊來歡迎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 張宇少老師 各位好大家晚安 還有歡迎國民黨的新北市議員 葉元之 各位好大家好 接著歡迎知識媒體人林玉慧 各位好大家好 還有歡迎的是 民進黨的新北市議員張志豪 各位好大家好 有一句話是蒙虎不發威 你當我是病貓 來我們看到的是林庚仁果然就是 點點吃三碗說拌 他不是在用這種佛系的打法 他在開工高宏安之後 每天都丟出一些新的進度 今天他主攻的是高宏安男朋友 兼職國會的公費助理 加班費還報得比專職的助理都還要多 我們一起來看 我們明明就沒有任何的迴避啊 其實每次在講這問題的時候 我們都會一直告訴他說 比如說像昨天是謝麗工秘書長 其實他也提示出來說明說 我們的所有的這些 我們的募款責任額都是合法合規 也都完成 那我不太知道說 他一直要別人提出來單局 到底是要提出什麼 可不可以明確的說明 女性助理實際上 有一個更高薪的 前十段的工作 而立委助理工作才是兼職 暴領立法院加班會的時數 竟然能每個月四十多個小時 還比其他專職助理還要多 高委員你清楚這件事情嗎 我覺得那個檢舉人相關的資料 應該是非常多的 不知道林根人這樣記者會 還能夠繼續開幾天 恐怕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今天林根人講的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 林根人說這個理性助理在立法院 沒有健保 他昨天是問說有沒有健保 那今天他又把相關的資料 就丟出來了 他說因為有更高薪的 全時段的工作 所以沒有辦法在立法院來投保 而且他今天是有出示一些相關的 這個資料 兼職的助理 他暴領立法院的加班的時數 竟然可以到每個月四十幾個小時 比專職的助理還要多 最後面 我覺得這個操刀手蠻厲害的 他說什麼 我雖然美臺大匪導匪 也沒有心心那體留學 沒有支撤會培養 沒有立委的光環 但是我認真服務 來我請教晃哥 今天的問題是在 如果說他是一個專職的助理的話 那怎麼可能沒有健保保在立法院 要嘛對不對 規定要 規定是要的 但是他就是發現說 你那個健保根本就沒有 健保是一件事 另外是 那你就是兼職的 就沒有辦法付出那麼多時間 在這裡的意思嗎 你沒有辦法付出那麼多時間 在這裡 你居然還可以報加分 加班費 每個月報到四十幾個小時 這樣合理嗎 這裡面兩件事情自相矛盾 因為這個理性助理 他自己講 他說 因為當時大家懷疑說 林根仁提出質疑說 為什麼你留的手機 跟高虹安是同一支 然後他自己的新聞稿裡面講說 因為這個是他的公務手機 我是全時段在接收 那我們跪下 我想我們在場所有人 對於全時段的理解 應該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時 睡覺的時候 手機也擺在床頭 對不對 那既然是全時段 全時段代表什麼 這個助理工作 我叫專職 就是我非常認真 每天我只做助理工作 可是呢 今天您跟人講的 我相信他講 他手上應該有證據 他才敢這麼講 他說這一位助理在立法院 沒有加健保 根據健保法的規定 你如果同時兼任兩份工作的話 你的投保單位是 以你薪資較高 或是工時較長的那個單位 為投保單位 好 那他健保不在立法院 那他健保在哪裡呢 表示另外一個工作 薪資比較高 或是工時比較長 這個就跟全時段 就矛盾了 所以我們可以認定說 那他應該是兼職 OK 那問題又來了 如果是兼職 你為什麼一個月可以報到 四十六個小時的加班費 你知道一般公務員 你每個月加班費 簽二十個小時以上 就要長官要簽了 是喔 對 那好 立法院助理也許標準寬鬆一點 但是上限也差不多就是 我剛剛特別問林楚勤 上限是四十六小時 四十六 對 就是緊繃 就是四十六 四十六小時是什麼概念 你知道嗎 一個禮拜上班五天 一個月上班大概二十到二十二天不等 等於是你平均每天要加班 兩小時以上 你一個月才會達到四六小時的上限 可是 那如果你既然工時 因為你會加班兩小時 表示你正常的工時八小時不夠用 我才要加班 可是這樣又不對 對啊 那你健保為什麼沒有投保在立法院呢 所以這裡面有太多的矛盾 我去綜合這兩個矛盾 我整理出來的結論是 這感覺很像是 要把這一位助理的年薪 湊滿六十萬以上 湊滿六十萬以上目的是什麼 就為什麼他一年都捐了三十萬 而且大家注意 他第二年二零二一年捐了三十萬 到民眾黨政治獻金專戶是什麼時間 你知道嗎 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四號 他已經離職了 你如果說你在當助理的時候 有被拗也就也就認了 我都離職了 我跟你講被拗拗要捐三十萬 這個要認了也會滿肚子氣 如果一般來講 如果是事先講好 所以才會說真愛 那愛的是民眾黨還是愛別的我不知道 但是今天民眾黨的最好的朋友是X貓 就幫忙挖出了一個消息 證明高宏安跟民眾黨 之前都在說謊 因為他們之前怎麼解釋說 這位助理是全職助理 他說有 他很認證 他都載著高宏安在新竹跑行程 好 大家注意 李中庭擔任助理的時間 他離職是到二零二一年三十萬 三月三十一號 民眾黨新竹黨部跟高宏安服務處 開幕是二零二一年十月三號 如果還沒開幕 你幹嘛往新竹跑 因為其實他是任養了新竹 那時候根本還沒任養 所以呢 那之前是不是在說謊 你新竹連服務處都沒有 而且高宏安正式被提名參選新竹市長 更晚是今年的七月十一號 你都第一個你還沒被提名 第二 你連新竹市的服務處都沒有 那你一天到晚在新竹跑行程 還記不記得 他那時候還講說 這個人可能是兼任新竹市黨部的財務長 或是之類核心的 什麼掌櫃 問題是 都沒有黨部的辦公室 你就是兼任什麼財務長 所以我覺得這裡面有太多的矛盾 跟不合理之處 那高宏安今天還一副說 我都說明了 請問我要說明什麼 其實你要說明的事情很簡單 你只要證明那個六十萬 是你自己捐的 是你自己給黨部 而不是這個你的助理給的 因為這個關鍵 這有法律的問題 照黃帝隱律社說法 這是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高宏安你雖然年輕 然後被關個七年以上出來也是 也有點年紀了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你可以等司法 但是我一直在強調 十一月二十六號要投票 你必須要投票前 把事情講清楚 要不然我覺得你的新竹市場選舉 應該已經結束了 好 因為我們看 如果是健保的資料 我可不可以先請教志豪 原因是志豪 我跟他在立法院院保新聞的時候 他是著力 那我覺得助理應該對這塊 也有一般的認識 那如果說要掉這個勞健保的資料 會不會很困難 比方我跟你講 我覺得林根仁的那個總章鈴 有多厲害 你知道嗎 這張是他開記者會的時候拿出來的 那他也知道說有過資的問題 所以該馬的都馬掉了 這個加班費的問題 簽到時數 因為有好幾個不同的助理 那這邊有理性助理在這裡 有幫忙 不好意思 簽到這個四十六小時 那你看都還是不是簽名了 對不對 那其他有人只有報七個小時 有人只有報十個小時 十個小時 你一個兼職的 你給他報到四十六小時 報到頂 還有一件事情 你看這個 我們拿出來的這個數據當中 我覺得超厲害的 這看起來像什麼 這個是勞健保的資料 勞健保的資料 林根仁拿出來的時候 他知道個資問題 馬跳這樣鎖麻煩 他把他整個花唐 整個把他裁掉 裁掉之後出事的就是這個時間點 是剛上任立委的時候 二零二零年的二月份 剛上任立委的時候 李叉叉也有 然後我覺得他真的很厲害 他這些東西 翻開來會一番兩瞪眼 那我先請教的是 有關於這個健保的部分 健保的資料 如果因為公安一直講說 他不知道我該出事的都出事 我們該說明的說明的 你還要我拿出什麼東西來 我們可以透過什麼東西 可以瞭解到說 到底是怎麼樣 可以讓高宏安 如果他想要澄清的話 拿什麼東西出來 一般我們像我過去 我在十年前 擔任蕭美琴助理的時候 其實辦公室主任最清楚 因為你相關公費助理的勞健保也好 或加班費 都是要給老闆簽合的 所以其實一翻兩瞪眼 你高宏安你現在就是誠信出問題 你要很直接說清楚 你到底有沒有簽 你辦公室主任給你的相關的人事的資料 我出示一個 就是立法委員 公費助理不參加全民健保的申請書 像現在 我可以選擇是不是 他因為他牽涉投保單位 所以他另外一個層面 我們擔心 就是高宏安沒有說清的是 這個理性助理 他是不是高薪敵報 也就是說他在外面確實有兼職 那麼他在外面有投保單位 所以就是可以選擇立委的助理 你公費助理 你不參加全民健保的申請書 你要有序民這個原因 那你的投保單位是什麼 我們要 我們要高宏安你直接舉證 理性助理 他這一份他當初 到底他投保單位是哪裡 那你很清楚 你是理性助理老闆 而且這位理性助理是全職幫你接電話的接線生 我十年前當過立委助理 我也不曾有過說有這樣的一個工作項目 然後就是你全時段 那專職來接電話 不是因為全時段真的就是要連標標 不然我怎麼可能 其實就是連半夜都這樣 那就我之前在當黨工 我跟蔡英文主席的時候 那個才叫全時段 因為你要等到老闆 真的是休息的時候 他不會再打電話給你 這叫全時段的助理 那我不相信理性助理 你有這樣的功能 你要去處理到那麼忙 像黨主席一樣 你連半夜可能都要有危機處理的方式 要去幫高宏安處理新聞議題 我不相信 因為立法委員的職務 立委處理 不用處理到這樣的程度 所以我是要求高宏安你誠信 你如果要 其實要拿出單據不難 自己出示你當初所簽合的這個表 一清二楚一翻兩瞪言 你不用再強詞奪理的 志豪講的這個東西 因為他說他也沒看過 為什麼全時段 將軍你有請助理嗎 我的助理就是我太太 那不是全時段 那真的叫全時段 二十四小時 而且那個是 那個是志願不用錢的 志工就對了 對對 不知心的 其實將軍很想拒絕 但無法拒絕 亂講 來不是 我要給大家看一件事情 是這樣的 因為沈富雄 大家也不會覺得他是綠的了 對不對 他應該不算吧 不算了 來 沈富雄說什麼 他說如果你拿的是公費 那就不能夠有任何的兼職 因為你要是全職的公務員 那這個李仲廷 他在工作期間 其實有一些什麼表單紀錄 那他是說他有跟他照過相 但是這個不能證明說照相 你就叫做全職的工作 不能夠相提並論 然後他講說 如果李仲廷跟高宏安 是共用一支手機的話 那是他自己聲明寫的對不對 如果你們是共用一支手機的話 那代表無時無刻都要在他的身邊 那驗證 我是覺得在座有沒有人打過高宏安的電話 沒有 我也沒有打過 拍謝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驗證 我只有沈副雄有打過 所以他可以幫忙驗證 來 小芳姐我請教 沈副雄說什麼 他有打過電話 打了五次 然後這個電話給高宏安 他是想說要給他一些勉勵 電話都沒有人接 都沒有人接 那不就代表說 你李仲廷你領了薪水 然後你說你是全時段 但是給你五次機會 你一次都沒接到 這是不是離譜 當然是非常離譜 來我給各位看 就如同剛才桂牙給大家看的資料 這個是109年 也就是2020年 高宏安剛剛當上立委 來看我用螢光筆畫上的 上面這個是什麼 公費助理 公費助理 重點就是公費助理 你才能夠報健保 然後公費助理 你才能夠申請加班 這是第一個關鍵 然後各位請看這第二張表 第二張表上有兩個簽名 第一個這個簽名 雖然模糊 但你依稀看得到 這個辦公室只有一位姓李 這個就是那位李先生 清簽 他自己簽名 所以他知道 他自己叫做公費助理 他知道他自己 如果說有任何兼職的話 公費助理可能會產生問題 然後下面還有一個名字 也是清簽的 這個叫做高宏安 我剛剛特別請教林楚音委員 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可以拿到誰 一個辦公室 誰可以拿到這個表格 對 那楚音委員跟我講說 每一位立法委員都有一張IC晶片卡 這個是最高的個資 所以每一位委員只是他知道 他自己的員工有哪一些 他的薪水是多少 因為每一位委員 他的這個員工可能人數不一樣 然後可能他的薪資也不一樣 每一位這個委員去決定 他要用多少的這個助理 然後他的助理的薪水是多少 所以這是每一個月 就回覆了前幾天 定義委員曾經說的 每一個月他都要用那張IC卡 插到電腦裡面 他才可以看到這個表 可不可以開權限 可以開權限 但一般來講 立委不會把這個權限開給別人 因為如果開給別人的話 等於就是讓這個辦公室 或者是其他人 會知道這些人的個資 所以這個絕對是非常少的人知道 那這個除了非常少的人知道 也就是說現在第一個 證實了這個絕對是民眾黨內部 所露出去的資料 第二個是高宏安 你本人絕對知道這件事情 你是沒有辦法閃躲的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看到紅衛兵出來洗地了 紅衛兵洗地的第一個是說 所謂洗地就是說 他們出來到處攻擊 攻擊別人 然後來這個 甚至於帶風向 轉移交點 他們第一個是說 原來當志工真愛不行嗎 不是啊 他當志工 他幹嘛要填 他是公費助理 沒錯啊 因為公費助理 我講了 你當志工 你就當光棍志工 練身體就好 對不對 你就當我增管 我個人健文 我就當志工 我就當我光棍志工 那公費助理 就應該留給另外一個人 你也可以留給我 那留給我 我就是好好的去幫高宏安委員來服務 服務高宏安委員的還有四趴黨 你們所有的選民不應該是這個樣子嗎 你為什麼要去贊助這個公費助理的缺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出來洗地的是說 你看啊 你們民進黨也是這個樣子 有一位周先生跟要選你同區的張嘉玲 過去也都是一樣 他們都有捐錢 我們現在是誰跟你討論有沒有捐錢 捐錢當然是沒有問題 對 但是這兩位有沒有問題是 誰會捐 我一年就賺多少 我就捐給你多少 這個其實非常不合成 而且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他們兩位助理 有沒有做立委助理的事 對 有嘛 所以他要捐錢那是他的事 而且我再給各位看 來 這是2021年的一條新聞 這條新聞當中就非常有趣了 這條新聞上面講什麼呢 不分區立委60萬 這個責任額就60萬 好 這是他講的 下面這一段更有趣 不交60萬的話會怎麼樣 你會失去中央委員 你會失去不分區立委的資格 好 所以前幾天 柯文哲也出來證實了 60萬是quota 那如果不交的話 可能後果會很嚴重 但你告完 你一年只交了20萬 然後這一位李先生交了60萬 你的責任額誰幫你交 你給我們證明 你不要跟我講說 你聽不懂我們在講什麼 我們講的都是中華民國的話 講的都是中華民國的法律 叫做你把你的責任交出來 你的那個單據交出來 來 于將軍是這樣的 我們來看一個概念 全時段 然後他又沒有健保的資料 那你覺得這個老闆 是不是灌老闆 我要兼職 我兼職工作還要加班40個小時 是不是灌老闆 這第一個 來 我還沒講完 我跟你講 兼職工作 我這麼努力 我又加班 然後你叫我把錢都捐出去 是不是灌老闆 當然 我捐出去之後 這個居然變成你的責任額 是不是灌老闆 這真的太悄悄了吧 這個個中有嚴重的古怪 為什麼這樣講 他如果真的是說志工 就是不領薪水的 我之前在黨部工作 太太來幫我開車 幫我做這些事 很多人都在講說 他領薪水 後來發現 我太太一毛都沒有領 一毛都沒有領 為什麼一毛都沒有領 因為你的錢都上繳給他 對 所以變成我是志工 那不過沒有關係 真正志工是不領一毛薪水的 這叫做志工 那麼如果高航安 請這位理性的助理 真的是真愛的話 我覺得他情歸何處 我們不關心 如果真的是真愛 就是我完全幫你付奉獻工作 不領一毛錢 我佩服 那麼他這個知心叫什麼 這叫做順便達成目標 他在國會裡面 掛這個公費助理 他掛公費助理的目的 只有一個 就是把這個公家的薪水 變成高航安的責任額 那這怎麼 這不對啊 這叫做國庫通黨庫 那我本來是在當志工的 我的志工的目的 就是把這個錢 幫高航安付他的責任額 這對嗎 這樣行嗎 對 他的工作的目的 就是為了幫高航安付錢 為什麼我這樣講 因為一毛不剩 我們有任何一個人的戶頭裡面 每個月的薪水 我連動都不動 我連碰都不碰 等到時間到了 一口氣全部捐給人家 全部捐給黨部 那你其他的戶頭都是這樣嗎 你其他的所有的帳戶 都是這樣嗎 不對的 那麼我講到 這段時間我講林根人 林根人我認識很久了 他是一個非常務實老師 不會攻擊人的一個議員 那他怎麼轉姓呢 對 所以這段時間 他就講 跟你認識的他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求生意志爆發 完全不一樣 就是其實是 人家很多說什麼孫大謙 其實不是 是林根人內部 因為林根人你要知道 他這次如果市長選不上 他連議員都沒有 他大了六屆 24年 他如果這次市長沒選 他什麼都沒有 那麼林根人說 我可以沒有 但是幫我的這些團隊 這些合作的20多年老老朋友 他們都一起失業 所以他的朋友說 就剩這一次的 放手一搏吧 那很多 為什麼剛剛說 很多人勸他不要抱 他說 你不要學別人 這樣潑黑水 這樣子 這樣子這個潑黑泥 林根人講了一句話 他們說服了 他所有內部的團隊 林根人說 我是做什麼的 我是什麼起家 各位知道嗎 林根人是清潔隊的 基層員工起家的 他說我是致力於 鄉土的衛生與清潔 我絕對不允許 這種不乾淨 不純真 不誠實的人 在新竹裡面 當我們的市長 所以我必須要做這件事 所以他是為了要 讓新竹的政治親民 他說我是清潔工 責無旁貸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林根人是基層的 清潔工出來的 然後選了六屆的 現議員 一路做到現在 所以他不基層嗎 我跟你講他非常基層 所以說他這一次是 完全是把他以前的那種 溫良工錢讓 拋開了 他說因為我不是為自己 我不是為自己的形象 我是為了新竹 可是問題是為什麽很多人 把他抖 叫他不要開基層 對 叫做同仇敵愧 不要輕痛仇快 所以說他們把高宏安當成親 高宏安沒有把他們當成親 他還罵林根人 那個民調 你講對啦 這位高宏安有把林根人當成親嗎 沒有 他立刻就講說 你的民調那麼低 你的當選的機率很低 後來韓粉就連結起來了 原來他在2019年也這樣子講過韓國瑜 一模一樣的話 真的啊 對 一模一樣的話 他說你們不要假好心 郭董都不選了 你們才出來說很同情他 你們是因為你們的當選機率變低了 所以才這樣 一連結起來 這是親痛仇快的親嗎 你需要讓新竹變這樣 所以林根人說 我就算無名也要頂天立地 我出來 我做我該做的事 我做我當一個市長候選人 應該有的氣魄 如果是錯的 我不會報 林根人對於這個事情 他是經過查證的 他是接受爆料之後 他是一步一步的查證 全部講得清清楚楚 他沒有去騙 他沒有說 我今天就是亂爆料 我今天亂 沒有 他去查證 但是他也滿厚道的 他又給審 他又給高宏安機會 他說你的這位理性主義 到底是兼職還是專職 你講清楚 他不講 不講隔天我就公布答案 你的健保都不在立法院 你怎麼會是專職呢 你怎麼會是專職呢 我再問你 他如果不是專職 他怎麼會領加班費 我現在最好你們都在立法院待過 如果不是公費助理 可以領加班費嗎 不能領加班費 你是兼職怎麼可以領加班費 當然是專職不是自聘的 你才能領加班費 所以林個人再問 再問他就等高宏安明天回答 如果沒有回答 他還會公布 他還會公布 他還會再公布 所以這一些 為什麼會具細迷 剛才梁晃說的 他怎麼可以拿到這些資料 剛才志豪公布出來的 小芳公布出來 怎麼會有這麼具細迷的資料 當然是因為 我們的加班費 每一個單位是有限 他不是說無限上綱一直報 他每個月是有上限的 可能是八萬塊 八萬多塊 一個立委的辦公室八萬 那麼這麼多人在加班 每天晚上聯絡事情 做法案 然後最後對不起 有一個人吃掉了 一部分的加班費 我覺得那會是一種 心裡面的比較 有比較有傷害 比較之後 我每天工作 我爆竿 我可能要吞B群 我什麼什麼 我過辛苦都吃得都貓背了 因為我上班很認真 我眼睛就看到一個 偶爾飄過來 偶爾飄出去 感覺就是來無影去無蹤的一個人 然後他又報家搬費又什麼的 會不會氣 會 那個叫做恨 會不會氣 事情我在做 扣打被你分走 這不合理 這不合理 所以說如果偶爾飄進來也不錯 就怕你連飄都不飄進來 窗戶關得很緊 你都飄不進來 這才讓人仇恨 你完全不做 那人家就會講說 沒有啦 那是幫老闆 要湊責任額 這更炸鍋 是你當立委 我是憑勞力賺錢 雖然我是國會的助理 我是國會的公費助理 我是憑我的勞力在賺錢 那你老闆 你要當立委 你要接受民眾黨徵召 當部分區 你的扣打 你自己臭 不要來拿國家的資源 去做你私人的政治籌碼 這是這些人恨的地方 所以巨細民意 全部提供給林庚人 他經過了證實 他不爆料 他就沒有態度 他不爆料以後 在新竹怎麼走下去 所以我覺得林庚人 這次真的是勇敢 因為我看 在座的議員 那包括我們有時候 也會有立委來上節目 他們都沒有一個 這樣的助理 你們都沒有這樣的助理 我也想 你也想 你也想 那會出事情 那你要不要再想一下 應該是講說 其實現在所有觀眾朋友 大家都陷入一個迷思 其實我應該是講 沒有人管你募款責任額 就是謝利公出來講的 合不合理 你的黨收募款責任額 是你們家的事情 大家要關心的是 錢捐款的錢來源正不正當 來 議員 我再打斷你一下 因為這個是民眾黨的 文宣部主任 許甫 許甫他在臉書上 他就要幫忙解釋 他還自己po了說 有啊 高鴻安有捐 然後一年捐20萬 分四次來捐 然後這邊是李宗廷的資料 那他就講 那如果要任列給高鴻安的責任捐 他不就直接拿給高鴻安 現金不就好了嗎 這個如果他現在做的方式 就是要登入 這個叫做公開透明 那可是問題是 是誰規定說助理要捐錢的 沒有人規定助理要捐錢 但是政治現金法裡面有規定 要捐給政黨一年捐多少錢 你知道高鴻安的責任額度是60萬 他個人的薪資所得 絕對是超過60萬 可能將近200多萬 他也不能捐60萬 因為有上限 所以這個所謂的主任 我是覺得 你不要捐說人家還沒把你撈開 你捐說假撈開 代表說民眾黨有很多是無資的 好 現在講回來 剛才所講的 其實大家現在關心的就是 高鴻安你的錢的來源 你到底有沒有用人頭去領錢 這好像我們台北市議會 包括全國 很多今年才逮捕上去 是因為被判決確定 此奪公權 當選無效 很多逮捕的 那譬如說彰化台北都有 那逮捕的情況下 就是代表你犯了兩個罪 一個叫做死公務人員登載不死 第二個就是利用職務之便 去領取不當的一個財務 榨取財務 那這個東西大家關心的是 你這個所謂的男朋友 理性助理 到底是不是因為這樣去領 領了又完完全全轉出去 給民眾黨當你的政治額度 那看起來是很清楚 其實不是智豪當過助理 我17年就是當卓榮泰的助理 可是我們那時候的助理 那當時那我還小 沒有認識你 我應該講助理分三種 一種是你說的隨身助理 但是絕對不是24小時 另外一個就是基層的助理 另外一個是國會的助理 那時候卓榮泰的助理非常多 我還不是領正職的 我是說另外自費 自費助理 對 那依照現在的規定 其實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 高宏安的助理 其實現在要講的就是說 你到底 勞保 其實我們的斜槓人生都可以 每個人都可以斜槓人生 我的正職是什麼 我的副業 譬如說我到麥當勞打工 麥當勞也必須幫我保勞保 但是健保要保在哪裡 這就是林根人講的一個重點 那也就是沈富雄所講的 立法院的助理 一定要正職不能兼職 如果是兼職 是不能勤領加班費的 也就是這樣邏輯串起來 其實高宏安你講不清楚 民眾要了解的是說 你到底是正職還是兼職 如果你說的是兼職 我們接受 那兼職你為什麼領得 比正職的加班費還多 那你說你的電話號碼 24小時幫他接 除了你們是男女朋友以外 這個我們不能管 但是哪一個秘書 至少我們做秘書 你做總統會更加大 也不可能24小時接電話 你要吃一半 我不是說你電話 我的秘書拿去 你到底有什麼電話 不可能讓我接 其實某部分很多民眾 是在看笑話 所以自聘助理 跟公聘助理的差異就在這裡 民眾你們要了解一件事情 公聘助理 是絕對絕對不可以兼職的 但如果高宏安你的自聘的 應該是說 如果他要兼職的話 一定是要在下班時間 我總是有一個合理的公職 然後公職之後 我要去兼職 我要去送餐什麼 那是你們家的事 第二代健保費裡面的規定 當你所領的薪資是一樣的時候 當然你就要去把你的健保保在哪裡 但是如果有高低薪資的時候 你一定要保在那個高的地方 所以這個情況就代表說 這個理性助理的正職是什麼 我們不知道 現在沒有人提供 說他有在這個某某基金會 有一份六位數 不管是基金會或是上市櫃公司 這個我們不管 但是他的薪水絕對是那邊比這邊高 那代表一件事情 今天你來這邊領助理 很清楚的串起來 高宏安你一年60萬 依照我們也有募款而論 我是二十幾萬一年 我是二十幾萬 那如果今年我真的募不到款 沒有人來認同我們民進黨想要捐的話 那對不起 我就要自掏要把二十幾萬獎 高宏安公費助理爭議連環報 根據我們獨家掌握 李中庭薪資曝光 109年2月1號 高宏安剛上任 辦公室首批助理一共八位 其中一名就是李中庭 薪資是四萬一千多元 以李中庭聲明治數 在立法院工作十三個月 加上1.5個月年中 換算下來大約六十萬 而他之後捐贈給民眾黨的現金 也是六十萬元 而根據同期同事透露 他的出勤狀況非典型 我覺得應該就是小雷是隨行什麼的吧 不是很簡單 但是就是說 我只有在少買時間的時候看過